9月1号交通路口安全大指法 全台同步上路 到底有哪些重点取缔项目 民众不能不知道呢 别急别急 我们特地找来高雄市交通大队 最帅气认真的同仁 为大家示范演出 首先是1号警务员张洁敏正 还有2号警务员廖伟成 以及3号警员姚凤纯 资深帅哥与年轻帅哥同台卖力演出 大家可得擦亮眼睛看清楚 哪些路口违规行为 千万要不得 像这样气机车不停让行人 还有车辆转向不停让行人 以及气机车闯红灯 红灯右转 行人位移规定或标志 行走行人穿越道 截至9月14号 我们总共取缔了7,899件 这当中以气机车闯红灯及红灯右转 7,459件最多 一点也不夸张 民众贪图一时方便 气机车闯红灯及红灯右转的景象 真的是屡见不鲜 眼前这位老爷爷不是咖啥 走不叮当 而是机车骑士目中无人 才让老爷爷寸步难行 对路口各种交通乱象 不少民众都有切身之痛 高雄市骑摩托车的很多 可是如果太 有时候为了赶时间 然后就红绿灯号制没有遵守 就这样直接红灯右转 或者是没有离当行人 可是很容易造成意外 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常遇到 那种很头级的上班族 就硬要紧那个人行 行人的中间这样子 所以这还蛮危险的 对啊对啊 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所以你还蛮支持这个 对对对 一定要严格的取缔 就觉得违规就是要取缔啊 那你觉得这样取缔 有助于那个减少交通事故吗 一定有 支持 对支持 根据统计 百分之六十的车祸 都是发生在路口 而高雄市车祸的三大原因 分别为侧撞闯红灯 为保持行车安全距离 你在道路行驶的时候 速度真的是不要过快 因为速度过快 前面有什么状况 你根本反应不及 那再其次 就是到路口的时候 一定要停障 让行程优先通过 为了减少高雄市的交通事故 市府透过交通 警察及公务各局处 加强勤务 另外也制作轻松宣导短片 提醒市民遵守交通规则 黄灯亮起时 如果还在停止线后面 就要慢慢减速并且停下 那如果过停止线 就要注意左右来车 并小心尽速通过 遇到黄灯的话 就一定要减速停下 市井渔也购置科技执法 以及移动式测速取缔器材 希望透过加强取缔违规 还给大家行的安全 最重要的是 驾驶人一定要依据 道路速线行驶 行进入口 记得慢 看 停 毕竟只有遵守交通规则 才是安全回家唯一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